欢迎来到上师厨房 最近我做了一款面包 没想到在party上 瞬间就被小朋友们都抢光了 而且吃的毛都没剩 我觉得有必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300克高筋面粉 用普通面粉也可以 只是质地口感不太一样 酵母粉4克 白糖10克 盐1克 先搅拌均匀以后再加水 加入170克温水 搅拌成絮状以后再上手和面 这款面包对和面的要求并不太复杂 并不需要揉出手套膜 面和成团以后 加入15克食用油 继续揉面 直到把油完全揉到面里 搅了油的面团比较容易揉成表面光亮正结 密封好 醒发一个小时 醒发至两倍大以后 拿到案板上 不用拾尽揉面 轻轻轻轻按压 排一排气就好 整理成一个圆形 然后均分成八等份 留出一个 把其他的用保鲜膜或者用一个盆扣上 这样可以防止表面变干 整理成一个长条形状 然后用擀面杖擀成一个七八毫米厚六寸长三寸半宽的一个长方形 这个形状主要是根据香肠的大小来定的 我用的香肠是六寸长 如果面片擀得不太规整也没关系 一会儿还可以调整 用面片把香肠包紧 衔接的部分要捏实 两端也要整理对接好 找一把比较锋利的小刀 面片的接口部分向外 目测量好 均匀地分成六等份 每一节正好是一寸长 切的时候要保留最外层的面不要切断 但香肠要全部切断 留着最外层的面作为连接 整理成一个梅花的形状 第一节立起来 第二节第三节 顺势真拧 第四节第五节 逆势真拧 第六节立起来就好了 摆放在铺有烤盘纸的烤盘上 醒发二十分钟 醒发好以后 表面刷全蛋液 烤箱提前预热华氏350度 烤23到25分钟 烤好以后 面包的颜色形状都非常漂亮 烤过的香肠香气四溢 特别吸引人 这款风味面包 孩子肯定爱吃 连大人都特别喜欢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 您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subscribe 关注我们 感谢您的观看 这里是上师厨房 我们下次再见